我們上次有一個LINE的功能 這時候補充跟各位說明一下 來,LINE的功能這裡 點下去 比如說呢,我舉個例子 像現在,比如說 我跟這個班長是好友 那我也跟福貞先生是好友 可是他們兩個之間不是好友 暫時還不是好友 但是現在就是說兩個人都想要聯絡對方 或者是原本有一個人想要聯絡 想要跟他聯絡 那通常我的做法我可能會先問 問另外一個人說 比如說現在福貞先生想要加班長 成為他的好友 那可是我已經是這兩位 我已經跟這兩位是好友了 那福貞先生想要跟他聯繫 想要跟他成為好友 那他可能來問我 說我有沒有他的資料 有沒有LINE的資料 那通常我自己的做法 我可能會先去問班長 說你的LINE可不可以給福貞先生 如果他說可以 那我的做法會這樣子 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是因為福貞先生跟我要的 那我現在要把他 把那個 班長 就是廖邱文先生的這個LINE 弄給福貞先生 怎麼弄呢 在左下角的加 然後有一個聯絡資訊 然後選擇LINE好友 這時候我要選擇 這時候我要選擇誰呢 就選擇 廖邱文先生 好 所以呢 比如說我這邊就打一個 我在上面 上面有一個搜尋 我可以打掉 誒 那就找到了 勢力射大 廖邱文 這裡 我就選 選他 然後按 傳送 誒 就出現這樣子了 這樣子的話 那對福貞先生來講 他只要點他 就可以看到他的資訊了 然後可以按 加入 就可以跟他做 那個 做溝通了 可以嗎 那我這邊也做一次 我弄我的來做一次 譬如說呢 我現在有兩個帳號 我一個是Apple的 誒 Apple 等一下我再投Apple的 現在 我這支手機上面的 我的個人資料叫網影衝 你來看一下 我這支手機 誒 沒有投影 好 來來 這上面 我的這個LINE叫做網影衝 然後等一下我另外Apple的上面的LINE 我叫阿聰 OK 所以我現在呢 我就把這個 廖邱文先生的 聯絡資料 我丟給阿聰 好 那所以我再做一次怎麼做 我先 我要先跟 進入跟阿聰的聊天 來 先找一下阿聰 我不是用這個阿 誒 那我用聰好了 好 有沒有看到 可以找到我 我先進到 這個阿聰的這個 跟阿聰的聊天室 然後在阿聰的聊天室 我要把那個 廖邱文先生 介紹給他 我就按這裡的 加號 然後選聯絡資訊 然後選擇LINE好友 這時候選擇的LINE好友 就要選擇廖先生 所以我就選 廖 然後就找到了 可以嗎 我就選他 然後按 右上角的 傳送 好 就會看到這裡了 好 我現在把這個 我現在要切換到那個什麼 那個 Apple的 我先把這個投影的先關掉 好 好 我現在要換 Apple來做投影 等我一下 馬上 好 現在Apple要準備投影了 好 Apple投影出來了 我們來看 Apple的LINE 好 這就是我的LINE 你看哦 我現在這個 現在這個 Apple的這個 我的這支手機叫阿聰 確認一下 我按右下角的好友 各位看一下 我叫阿聰 現在叫阿聰 好 那在聊天裡面 我就看到了 今天王影聰傳給我一個資訊 有 廖先生的 我怎麼跟他加入 好友 我只要 這時候 我是阿聰 我點這個 廖先生的 點了之後 我就按 加入 然後 沒多久 我就 這時候 你看 我已經跟他加成好友 我就選聊天 這時候我就可以送圖案 好 我就送一個圖案出去 所以 廖先生現在應該手邊已經 等於說廖先生那邊也收到了 我的 家好友的資料了 那我這邊已經跟廖先生 就是阿聰已經跟廖先生是好朋友了 那廖先生那邊也會收到訊息的 他也 你幫我傳一張圖給我好嗎 那他也要加入 他當然要加入 我加入 對對對 是不是 你剛剛有按加入的動作對不對 有嗎 他就找到我的 然後加入動作 這時候再按 再送一張圖給我 那我們兩個就是好友了 可以嗎 好不好 看看各位有沒有要互相 你要找誰要試一下的 可以試試看 我來做一張圓案 太早了 我來做一張圓案 也不容易 我來做一張圓案 就說到你 我來做一張圓案 做二張圓案 就說到你